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安联投信海外投资首席许家豪 许家豪许首席是一位非常经验丰富的海外基金经理人 他长期关注国际趋势 而且对于金融科技相关的领域都有很长足的研究 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许首席的精彩演讲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观众大家下午好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新的世界潮流在怎么看退休这个议题 那我想过去这一年里面其实对大家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实这个疫情对很多的退休的观念有非常大的改变跟影响 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跟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改变 那在这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提几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面临到整个退休大家都必须要了解三个时间点 所谓工作寿命 财务寿命跟生理寿命 生理寿命很简单 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那叫生理寿命 工作寿命就是你工作到什么时候你何时退休 那财务寿命呢就是说你现在的钱能够支应你到什么时候它会花完 那当然对于一个退休族而言最好就是 我能够把财务寿命跟我的生理寿命同步 或甚至延后一点这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因为科技的发达 医疗设备改善 生活环境的改善 所以民众的生理寿命一直在延长 光像现在我们看到平均的收 生理寿命大概81岁 这相较过去十年它可能增加了两年 那越往后走我想这个寿命一定是越来越长 所以其实生理寿命一直在往后演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工作寿命很多人现在都在提说 我们是不是把最晚要退休年龄往后演 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疫情真的改变很多 很多人在过去这两年疫情 应该感受得非常的深刻 因为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可能就被迫要回到家里 在家里工作 或者是可能是离开了市场 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研究就很清楚了 美国平均现在的整个就业参与率 大概是六成多 可是这里面主要都集中在25岁到55岁 这一群人大概是八成多的一个就业参与率 可是55岁以上的这个参与率 很明显是大幅往下降 这里面因为疫情已经造成很多人 是离开这个市场 所以你看这个疫情所造成的 大家可能认为说过去我应该晚一点退休 结果反而因为疫情提早的退休 所以这个工作寿命跟你的生理寿命 事实上在变宽 而且另外一个疫情造成的影响 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财务寿命 因为你的工作寿命被提早结束了 所以你被迫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你可能做更多的投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这个疫情 造成了全球的经济很明显的往下掉 这个时候各国开始做一个所谓宽松的货币环境 所以很多的债券率开始往下掉 我们以前我们看到在面临到我们要做退休 我们很多钱可能放在债券市场 因为它可以每个月升息 每个月给你利息 让你去支应这个支出 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环境是 就是像美国公债 最近即便比较高一点了 这个利率可能来到1.6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利率环境 其实上是低的 所以它会把你的财务寿命 不但没有往后延 靠近生理寿命反而是往前提的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过去这段时间疫情 造成大家重新去思考一个问题 我以为我退休准备是够了 可是一个疫情造成我发现 我的退休准备是不够的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大家整个市场上 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叫做财务韧性 你的财务有没有足够的韧性 去面临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发生 所以财务韧性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在准备这个退休里面 就变得很重要 你怎么样去建构你的财务的投资组合里面 去应对你的退休 能够有韧性去支应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环境 对我们而言面临不确定的环境 这是常常发生的 我们认为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去增加你的财务的韧性 第一件事情叫做风险预算 第二件事情叫做超前部署 什么叫风险预算 其实在还没有发生疫情之前 大家可能都觉得 我每个月存多少钱 我退休可能就够了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大家是在去年的三月份 四月份要退休的 你可能压力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三月那个月份你每天一起床 美国就是熔断 一个月熔断了四次 一次熔断就是跌了7% 所以你在那一个月里面 你的资产可能 你原本准备一千万的 一个月少了三成 哇我的退休金只剩下700万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当你没有去做一个 比较多充足的准备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潜性上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培养这个财务任务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最坏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然后做一个最好的准备 那第二个就是超前部署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在退休的那一年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新冠肺炎疫情 或者是像过去的科技泡沫化 过去的次贷风暴 会不会在你退休那一年发生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 我早一点准备 我用时间来拉长我的累积的资产 这个时候当我有风险发生的时候 我的本比较厚了 我就不要担心说我只有存三年 这让我可能存了三十年 我的钱是够的 所以用这两个方式 我可以去达到我的财务任性 是比较充足的 能够去面临到这个 未来可能不确定性发生 如果有这两个观念 我接下来想要更进一步去 从这两个观念出发去谈谈 我们怎么针对即将要退休的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让你的财务任性 在这两个原则下 你财务任性可以做得比较好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的一些金融机构 特别是资产关系公司 我们怎么样帮这一群 即将要退休的 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打算 好 我想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这个 风险预算这件事情 特别这个对于说 已经要退休 准备要退休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去做很多准备 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调整一下 你的投资组合 在我们的建议里面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把握三个原则 去打造你的财务任性 多元配合跟稳健 多元Marta S 你的资产里面 你必须要有股票 有债券 有各种的资产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哪一种资产 会受伤得比较重 所以在这里面 你当你有资产 像去年的状况 股票下跌的时候 公债是上涨的 你这里面资产有平衡的情况下 你财务就会稳定 第二个你要去做个Matching 就是你要去配合你的现金流 去年我常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很多人市场跌下来了 他发现 我这时候可能要去做什么活动的时候 我需要钱 我可能被迫要把我资产 卖在很低的点位 这是我们常常在思考 如果你在你的退休的一个资产里面 你已经做好现金流的分配 假设我今天要去付保险的费用 我可能利用我债券基金配息 我去支付这个 我就没有需要在这个最低点去 卖掉我的资产 所以你能够做到Matching 配合 去把你的现金的流入跟流出 配合的时候 你相对你的稳定度就会高 第三个 稳健 你的资产一定要是一个 稳健成长的一个状况 因为过去我们常常看到 大家很多人在建构自己的 退休的组合的时候 放了很多的一个高坡洞的资产 这可能就面临到 我们去年所看到的状况 那市场一跌 哇 发现我的资产少了三成 这个时候你的财务的不稳定度 就会提高 所以反观 如果你的资产里面 是一个比较稳定在成长的一个资产里面 那你面临到这样的环境 我想你还是睡得着觉 所以利用这三个原则 去建构你的一个财务稳定度 是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是 我们看到 我一开始所提到的 因为疫情所造成的 现在的利率很低了 所以你在建构收益的过程中 你可能发现有些收益真的不太高 可是你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通货膨胀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十年 我们的寿命增加了两年 可是这两年有多大的影响 我同时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过去的十年 其实全国的人民 我们平均花费的薪水 以现在来讲大概是2.3万 十年前这个金额不过1.8万 也就是说这十年里面 我们平均花费的金额成长了44% 成长了四成多 如果你的 你只是靠债券 可能你现在的收益率 1% 2%的收益率 十年你大概很难达成 这个所谓四成的一个成长 所以当你要面临这样 比较多的花费的时候 我认为你的资产里面 必须要兼顾一些成长性 所以过去我们在看很多的一个 退休的规划的时候 很多人都靠的是债券 靠的定存 靠的保险 这样很稳定的资产 我认为这是不太够的 你现在可能必须在你的资产里面 多一点点的成长性 才能够让你的资产 是有明显的增加 但这里面我并不是鼓励说 大家我们今天 就因为股票市场杀进杀出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 有很积极的 也有很稳健的 我们图上可以看得到 这边很多国家 这个大家不用看特别的细致 这每一个区块就是每一个资产 你会发现其实 当你想要杀进杀出的时候 你不见得能够拿到 当年最高的报酬率 你反而去买上面这条红色线 这是一个全球股票 它充分的分散 它反而慢慢的稳定在往上走 所以在你面临要 你要即将退休的时候 其实在你的资产里面 摆放像这种全球型的资产 或者是稳健型的一个平衡型 它能够让你的资产 获得比债券更高的收益率 其实这个对于你的 一个财务任性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第三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叫做资产的活化 我常常在提 去年的一个疫情 其实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去年疫情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钱 不小心你就想说 那我来把手上的基金卖掉 可是你会发现 我刚才讲 熔断熔了四次 资产剩七成 舍不得卖 你看到油 油甚至跌到剩下不到十块 所以能源的股票跌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资产 你舍不得卖 因为你一卖 可能就赔更多 这时候你面临到 你的财务的应对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 好窘困 所以我们认为说 对即将要退休 你要思考的是 你财务的 你的资产的活化度 一定要高 例如说你的里面 有些资产 它可能波动比较小 这时候你要卖 你发现还好 它可能损失不会太多 甚至它还有小小的症 像一些固定收银型的产品 它波动比较小 所以这时候 你可以比较明显的活化 像有一些 有西班牙民众 它可能持有的是一些不动产 你也可以透过这种 所谓的不动产 逆向抵押的方式 把这不动产 换成是现金 也不需要被迫去 卖到现在时代 很多在亏损的资产 所以你的资产的活化度 越高的时候 其实你的财务的韧性 就会比较强一点 第四个 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大家在思考 这个所谓财务任性的时候 应该更长的时间去思考的是 你是不是在投资一个 比较永续的 发展的一个资产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经验 可以看得到 去年的疫情造成很多的资产 很多的公司可能发生倒闭 因为它突然的营收突然下降 突然获利不见了 突然面临这个疫情 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它很多倒了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投资的资产 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产业 在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替我退休做的准备 我投资的这些资产 最后可能是不见了 所以当你的投资里面 你可能要适度去加入一些永续 什么叫永续 现在我想市场很多的这种 永续的基金 很多永续的产品 其他都是在思考的是 我去投资一些 这个公司它针对这个 企业的环境 对社会 对公司的治理 它很有想法 而且很规矩地在走的时候 它能够代表是 它公司在面临比较风险 比较大的时候 它能够存活下去 所以当我的资产里面 摆放比较多 这样的一个资产的时候 它比较能够面对说 市场突如其来的风险 它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去持有 比较一个 任劲比较高的一个资产 同样的我想 在这里面 我们对于高零的一个产业而言 很多的金融业 其实在这一块 也慢慢地去做入很多的投资 包括我们在看到 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疫情影响 我们很多的一个产品的介绍 或产品推广 可能是改用线上的 很多的一个内容 我们开始是提供 所谓一站式的构筑 让很多的退休的民众 可以在思考 我要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下 提高我的财务任性 另外一群人 他可能是还没有要退休 可能二三十岁 刚进入这个社会 我们认为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 面临到你怎么去培养财务任性 时间是最好的优势 你可以发现 当你越早去做这个退休准备 你累积的资产会越快 我们从右边这张图 就可以发现 一样是五十万的资金 你三十岁投入 跟五十岁投入 你所得到的 最后的最终的 六十五岁你得到的价值 是不一样的 所以时间是能够帮助 年轻人去建立任性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提早去做是重要的 但很多人也问我说 你提早做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我想过去的两年 其实主管机关跟业者 也成立了很多 这个所谓的一个 退休的专案的计划 这边我特别提一下 我们公司向 我们有这个所谓 好想退的一个计划 航推里面 我们就有针对不同的风险 推出不同的产品 其实很多人在思考 我要做什么的一个投资的时候 我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拖比较多在积极的产品 因为积极的产品 它的波动大 但相对的资本利的空间也比较大 那我刚才讲的 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相对的 你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能去思考的是 我的保守型 我的建型要多一点 所以你这里可以利用 不同的风险属性 在不同年龄去做搭配 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就多做一点 这个时候 你可以利用人生周期的概念 去搭配做好你的投资组合 那当然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其实有时候投资不需要这么累 因为现在很多的业者开始在补齐他们的退休的产品线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整个资产管理业者上面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产品线 是可以帮助的 此外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跨业的合作 例如你不只在基金公司可以拿到投资的产品 你可能也是可以在保险上面 拿到一些类型的保单 所以跨业的合作我想会越来越多 当然数位化是帮助大家 进到这些投资领域更快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想借力使力会让更多的年轻族群 再做整个退休的规划 再提高财务任性会更为轻松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对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疫情之后 这个生理寿命跟工作寿命在拉开这件事情 很多的财务任性是不足的 所以大家必须思考 我怎么样去把我财务任性再拉高 对于已经要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 我的建议就是我刚才提的 收益要多一点 成长要稳一点 资产让它有一些活化 而且适度去投资一些永续发展的企业 对于年轻的族群 你刚踏入社会 或者是你退休一段时间的 我建议是早一点做 而且按照你的生命的周期 定时的去做 而且借用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借用一些受益公司 这些的一些资源去加速 让你的投资更能够稳健 更能够应对未来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 以上大概就是我面临现在的状况 跟大家说的分享 谢谢 谢谢许家好 首席精彩的演讲 那接下来我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的提问 首先我想要问就是 对很多家里有长辈的人来说 这个对长辈来说 要搞懂基金怎么拿个好啊 在哪里买 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又推荐首领者 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判别基金的好坏 好 其实这个是蛮实误的问题 因为我想不只是首领 即便是连干贵子工作 他都面临到问题是 我该怎么样做我的投资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组合基金 组合基金它是一个 由专家由基金公司 来帮大家挑选一篮子的基金的一个方式 那这种方式其实是最省力的 因为仓面内很多投资人 或者像老年收敌人的投资人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买什么 组合基金我可能会 里面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过去两年 跟主管机关合作的这个 好想推专他可能有针对积极稳健保守 像首领的人 他就很适合保守的产品 保守的产品里面可能多数是债券的产品 股票可能才占两成 他就适合就我刚才讲的 他是很稳健 但是他里面又有一些成长性 可以让你去应对未来的通膨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首领的 年长者而言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这么累 你退休了应该是去享受你的人生 去寒云那种 这个时候你适度的把你的资产 放在这类型的一个 以族而竟益为主的退休产品 那选到对的风险 风险很重要 你比方说你要首领要退休了 结果你选到一个积极 选到一个保守了 事实上它会让你的 退休生活更稳健一点 那这个相关资讯我想在 主管机关的一个网页上 或者是我们看到基督通网上 我们都可以获得相同的讯息 谢谢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请问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民众 其实很喜欢配息型的产品 尤其是高配息 但是我想就是高配息跟 就是安全性 尤其是年长之后 它可能没有办法 再承受太多的风险 这个要怎么去评估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 我想台湾投资人 真的很喜欢高配息的产品 但是我们一直在提 高配息跟稳健是两件事情 高配息是你拿到的钱比较多 可是它不代表是 它资产是稳健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 这个基因的设计 它可能配息率比较高 它就弄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建议 一般的首领的投资人 他在做这个配置的时候 他应该思考的是 配息率适当就好 这个配息率能不能符合 我刚才讲的 我的收进来的利息 能够去支付我未来需要的一个支出 这两个能够match就好 更多的我可能是摆在上面 让它透过经理人的操作 能够支撑增值的空间 因为我多年了很多期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我的一个资本 就是在下降 所以第一个我的观念是 配息率稳定就好 够就好了 第二个是 所谓你在挑选这个稳健 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资产 稳健可能比配息率来得更重要一点 特别对于首领 因为你永远在思考的是 像我刚才提的 我思考的是 我现在领域的领域很多 但是我遇到一个金融风险的时候 它可以一跌跌很多 其实我本金损失得更多 所以稳健的产品 其实都要更重要 那什么是稳健的产品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 把这个禁制图调出来看 如果这个基金 它基本上是一个 稳定的禁制在往上走的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稳健的状况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基金 它表现是一种很锯齿状 而且可能一上去 或一下去就回不来的 这个就不适合 即便它有很高的配息率 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 应该主軸放在 适当的配息率 跟稳定增长的一个禁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